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6月26日 也是世界禁毒日 我刚才还在想 往年一到这样的一个日子 全国各地都会赶这样的一个时辰 去杀掉一批毒贩 或者说涉毒的犯罪分子 判除死刑的犯罪分子 今天我们接着听老普读书 读《行者思之》 算读这个 这算是第44段吧 应该算是第19章 暴同案 姓无窥所守 我看了看呢 我争取不多啰嗦别的了 我把这个作为下半部分 把这一张呢 就整个的下半部分读完 大概需要三十几分钟 期待呢 大家能够坚持下来 我觉得很好 下一节是 报在庭上表现精彩 审理是不公开的 有一位医师 一位电工 两位录影师 作为特勤人员 留在法庭 首长们都在会议厅 看壁炉电视 不在庭内 我后来听赵林讲 李鹏对我的法庭辩论 咬牙切齿 只是不清楚 他从哪里看的路影 法庭辩论 并不如想象中的激烈 我对暴同的表现 非常满意 此工头脑清除极了 讲得有条有理 重点全面 具体的说明了观点 还颇有点 慷慨陈词的气势 一句废话也没有 有朝一日 如真能与李鹏对挺 李哪里会是对手 我针对工作人的演说 围绕证据问题 讲了四条意见 作为敦先辩词的补充 屡于及袭发言 从中略能看出 我对报案的法律见解 核心内容是 从法理上阐明 反对政府首脑 并不等于反对政府 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 并且举出 当年以批两个凡事为名 反对法国锋 这位政府首脑 无人认为是反革命的例子 作为实证 这博得倒吗 报同的最后陈述 与他本人在庭外表述 问题的方式相似 明快清晰干净利落 他以沉清的语调 讲了五条 除了指明起诉书的内容 意味着李鹏对我的指控 已经排除之外 着重指出 起诉书也为指控 我泄露了什么戒严机密 为指控我搞了阴谋策划 因此这份起诉书的意义 不在于指控我干了什么 而在于没有指控我做了什么 但是我不能同意起诉书的结论 他罗列的几条都不合乎事实 我无罪 本案只涉及三个小时 即517的会 不过两小时 520与陈一兹的谈话 不过一小时 我只求法庭把事情弄清 我以为做到这一点 只要不为上 不为书 为客观就行 讲得真好 只是事后我想 当局者迷是不是一条规律 他的这段陈述 也残留着一点迷的痕迹 依我知见 对于他的案子 要求法官做到不为书 可能要求不为上 又怎么办得到呢 哪位法官能判定这个案子呢 宣判只用了十分钟 家属允准旁听 报本人沉着冷静 未动声色 听完判词 微微一笑 也不寻逆家人 那微笑给我的感觉是 不出所料 不过如此 夫人有点激动 掉眼泪了 在泪眼送抱同离开法庭之后 气不成声的 对我说也太过分了 上诉吧 我知道 在这个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说什么安慰的话 都没有用了 还请你办 我明知很吃力 还是点头 应了 无需琢磨 上诉审 肯定是书面审理 我拟好书面辩词 去秦城与报交换的意见 得到了他的同意 为时一审判决 自在意料之中 但二审依然全面肯定 已在辩论中被基本动摇了 否定了的控诉证据 甚至连行文都无二致 却更为深沉的使人感到 在这类案件中 律师辩护制度显得多么无忌 无力 但法律又赋予律师 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重责 下一节是历史公正 历史的审判也必然公正 为了履行职责 只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的规定 提出申诉 经鲍彤和他的家属同意 我和广东王世博律师起草了草拟的申诉状 重点陈述三个问题 一 报案异护寻常的特殊性 说明用政治代替司法是违宪行为 二 审判机关在程序上的违法事实 举出三例说明 三 针对判决就五个实质性问题 提出更为充分的申辩 申诉出的结语有点味道 写的是 以上是申诉人针对侦查起诉审判机关的 错误处置提出的申辩 围绕本案而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 将按照党章的规定 另向中央做出报告 我愿一如既往 为国家的民主与法治 改革与开放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做出应有的努力 至于个人的此番蒙冤受辱 既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 又是一种无情的政治现实 自信能以理解 我绝不怀疑 是非曲直终将澄清 公正解决之日终能到来 撞成 报律集中共十四大即将召开 重大政治问题有待明朗 担心形成干扰 表示愿择机发出 申诉于是拖延了 至此 报案在司法程序上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是的 恐怕也仅仅是告一段落吧 不过由此加深了我的一个判断 无论什么案子 律师经办就不存在偏差失误 就不再有冤假错案 天下绝无这等事 报徒最终被判了七年 我原来估计的比这个还要重 因为我确信李鹏不会轻饶了他 但话说回来 就凭这些子虚无有的东西 判人家七年 这般他妈的愣整 的确太过分了 然而我坚信历史是公正的 历史的审判必然也是公正的 我从未怀疑公正的历史会远无 我从未怀疑公正的历史会还无辜者 以清白 也从不怀疑一切有罪于人民的人 尽管他可以全清一时 却终将受到历史的公正裁判 任谁也逃不脱 李鹏要用一本日记 逃脱历史的审判 休想 下一节是 公民鲍同呼吁 我要回家 代道 1996年5月27日 鲍同本当牢狱期满走出秦城了 我前此也曾与鲍夫人约定 届时将陪妻前往迎接 然而落空了 我怎么竟忘了 长挂嘴边的那句细言 不正常就是正常 时不该按照正常的规则 去衡量这类事物 于时还大为惊畅 第二天 得知他5月27日凌晨 于秦城获释 但又马上被放进京郊西山 一个凡人莫知南智的小屋 在考试六四将至 一再该处休息八九天 不期由事软禁 一再要求会见律师 不准 于是在6月19日 给我正式发来委托书 全文不到40字 委托书 谨委托张思智律师为我的代理人 办理我出狱后 如何得以依法回家的法律事务 报同 1996年6月19日 我这个地方查一句 其实呢 这是报同先生是在 刑满之后 又关了他 大概一年左右吧 在西山里边 那么其实我呢 当时宣告了缓刑 虽然呢 这个我知道这是一个政治逻辑 是一个政治审判 并没有打算 用上诉的方式呢 把这个事情 拖延下去 但是呢 这个 政府还是有它 细致如微的地方 那么我一出来 先把我和我太太 送到我岳父家 然后呢 他在第三天 也就是12月24号 2015年 12月24号 拉到以海来 到我们家里收拾一下东西 然后整个派一辆车 三位警官 陪同我回老家 去看我的老母亲 那时候呢 他快90岁了 一直到 2016年1月2号 上诉期满 才又把我紧急的拉回来 在丰台区司法局 社区矫正中心的那个 叫中途之家 在这个众多的摄像机面前 北京市二中院的主审法官 承办人 宣告呢 判决生效 把我呢 移交给北京市司法局 丰台分局 社区矫正科 是吧 这个 移交到社区矫正 然后呢 向我宣告呢 社区矫正 三年期间的纪律 现在我简单说一下呢 就是每星期二 打一次电话 报到 每个月交一份 矫正小节 我呢 是每次大概 都要写很长 实际上呢 是一个月之内的感想 经历和大时评 是吧 各种各样的感想 平均每一个月 我的这个矫正小节 大概呢 是八千字到一万字左右 所以现在呢 家里头 存了有三十多万字的 我的矫正小节 另外呢 每次离开北京 需要书面申请 来批准 那后来呢 基本上除了回老家 看我老妈 其他的时间都不批准 但是赶上党代会 比如说 一带一路峰会 是吧 这个 各国政党大会 以及呢 这个 这个IPAC会议 或者是呢 这个 什么金砖国家 上海会议之类的 这些 再加上两会 加上六四 那么他们要带我出去旅游 以前呢 我不太愿意这样 因为我很忙 经常出差 不愿意占他们的便宜 但是在这三年 设取矫正期间 如果不是借机去出去一下 我就无法离开北京 除非去看我母亲 于是呢 我就 添了一个毛病 敏感时期呢 我和 我太太呢 就 同意呢 出去走一走 所以说呢 这些年呢 也看了很多 不错的地方 那么当医院 非常紧张的时候 这个 公安呢 去协调 医院给我夫人 这个安排假期 来陪我出游 大概就这样一种情况 应该说呢 我们这个国家呢 干任何正经事 都可能会马马虎虎 干任何没意义的事情 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 都一丝不苟 这也是邪门 那现在我接着读 到律师事务所 办理法定的委托手续 律师们无不恶然 怎么有这种法律事务 面对这样一个 一件 古今仅见的法律事务 我茫然不知所措 不知 该于何处 找何人着手工作 请出无奈 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请于指示 得到的答复 倒也明确 以转报委员长 但再无下文 7月24日又收到 报从西山 写给我的一封长信 详述他 或是遭尽的情况 使我在处理 有关法律事务时 有所依据 全文录下 张四之律师 我已通过我妻 将 我已通过我妻 蒋宗曹 请求您 作为我的代理人 办理我在出狱后的今天 如何得以依法回家的法律事务 我本应向您详尽的提供事实 苦于无法见面 仅将蒋宗曹和我六月间给领导人的两封呼吁信副本 奉上 共参考 更书面简述如下 一 室友 1996年5月27日 我服刑期满 当天子叶一时许 被从秦城监狱 载到西山脚下 一处叫做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 西山管理处 家属院的所在 我的人身自由 被限制在这个院子的围墙以内 至今不得回家 二 经过 当天临时 我被提出求是 秦城监狱 监管处长唐国卿 和北京市公安局张远 向我宣布 你释放了 先到西山去休息休息 为什么 六四快到了 外国记者采访 你回家不方便 我说我不见记者 也不愿到西山 我要回家 他们说不行 我说与其到西山 不如在秦城 多坐几天牢 他们又说 不行 怎么办呢 领导安排好了 你先到西山去 住几天 几天后再回家 几天是多长 八九天吧 反正不会超过十天 我坚持要回家 他们坚持 要我先到西山 僵持一个小时许 最后 张 唐 二人都说 你这样僵在这里 叫我们没法 向领导交代 我本来的生气 这时努力克制自己 说我可以上车 但不是自愿 而是为了不使你们年轻人坐难 到了西山 一下车 我再次声明 我到西山不是自愿的 而是被迫的 你们两位 谁否认这一点 唐 张都没有否认 这时有人把全过程录了下 有案可查 我想指出三点 一 上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对我执行这一措施 后来证明 这实质上是强制措施 执行这一措施时 没有向我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二 没有告诉我 这一强制措施 拘留 监视居住的名称 以及适用的法律条款 三 也没有告诉我 这是哪个机关 依照什么法律程序 做出的决定 这个下面是第三大点 我在西山的处境 现在我的人身自由 所受的限制与坐牢时比 有两点是相同的 一 在秦城 我可以在求是里 自由地睡觉吃饭散步 同样 在西山 我也可以在围墙内 自由地散步吃饭睡觉 二 在秦城 没有监管人员批准 安排和率领 我不得出求是 在西山 没有公安人员的批准 安排和率领 我也不得出院墙 但在秦城坐牢 和在西山休息 也有三点不同 一 狱中坐牢 可见律师 西山休息 则不能见律师 5月27日 我问北京市公安局杨洁 可否见律师 我也获答复 6月4日 我再次问 我有没有权请律师 扬答 律师可以请 但现在 以不见面为好 第三次 7月3日 我通过西山管理处 转告公安机关 这是指定的联络渠道 你有蒋宗潮 陪律师到西山见我 请安排 经过层层请示 向我下达了一个电话答复记录 全文如下 我们有规定 不要见外人 现在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解决你的事情 市局阳同志 今天也跟你谈了 希望你能理解 二 我坐牢时 如生疾病 当天能看的大夫 在西安休息 在西山休息 如得疾病 则取决于公安机关 批准才能看病 不批 只好拖着 6月27日 我腹痛 每10分钟一次 腹泻当天6次 发烧 腋下摄氏38度 我也通过上述渠道报告 要求到隔壁316医院看病 答复是 可以由妻子带你看病 的指示 拖到第五天 7月1日中午 才由公安人员率领 到316医院看急诊 当时化验 大便中 还有两个加号的浅血 三 我在秦城坐牢 有期限 七年 在西山只能休息 不能回家 无期可言 当初说的是六四 现在七四走过 转眼快到八四 本来张远把几天解释为 不超过十天 16天后 6月11日 是公安局人员告诉我 张远乱说 挨了屁了 但我至今不知 对几天应如何解释 才不是乱说 我见到的公安人员 似乎没有一人知道 我合适的也回家 服刑有期 释放后 反而遥遥 无归家之期 成了 君问归期 未有期 岂不古怪 四 禁止我回家的法律 根据何在 先后有两种说法 头半个月 强调的是 因我被剥夺政治权利 所以可以限制 我人身自由 半个月后 这种说法 继续起作用 但在谈话中 越来越淡化 强调的是 因我不搬家 所以不让我回家 5月27日 我对张 唐说 不让我回家 是不符合法律的 张远达 你虽释放 仍有两年拨权 叫做 监外罪犯 我们把你送到西山 就是师出有名的 我认为 这才真是乱说 一句话 就把刑法第50条 改掉了 限制了所有被剥夺 政治权利的人的人身自由 当天下午 监管小组向我宣读 一个手抄文件 叫 拨权人员必须遵守的八条规定 其中有一句 不得走出院子 我请求解释 如何执行 答复是 这不是个院子吗 这不就是个院子吗 门口有军队站岗 你别出去 就是了 这个手抄八条 平白给刑法第50条 添加了新的款目 而且 行之于文字 我要求抄下来 监管小组说 不用你抄 我们去复印 马上给你 但此后 我多次索取 都不给我 15天后 监管小组又来了 递给我一份 在电脑上列印的八条 全文如下 公安机关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 一 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和公安部制定的有关规定 二 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 不得组织或参加集会 游行示威 接受活动 四 不得接受采访 发表演说 五 不得在境外发表 出版 发行有损国家荣誉 利益 或者其他有社会危害性的言论 书籍 音像制品等 六 不得担任国家机关职务 七 不得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 八 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管管理措施 我问公安局一处处长刘成 为什么上次向我宣读的手抄八条和这次发给我的列印八条内容不一样 不同 留着手抄的措辞不太准确 列印的准确 的确原来向我宣读的手抄八条 把什么不得走出院子 不得见外国人 会客必须事先请示等等 都列为剥夺政治权力的内容 太显眼了 律师一看就穿 会惹的 惹出笑话来 新的列印八条 把这些删掉了 是一大进步 我很高兴 列印八条 没有规定 我不得走出院子 我应该可以回家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公安人员仍在根据这个列印八条 继续剥夺我的回家权 出门权 上医院权 见律师权 等等 问题出在那个第八条 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这是一个万宝囊 一切与政治权力无关的规定 都可以从这一条里 点化 演变而出 这一点 我直到六月二十一日才明白 那天下午 是公安局来人 率领 我去探望 我八十一岁的旧母 这时 监管小组的人也来了 我就向他索取那第八条中提到的 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请他给我书面文件 以便遵守 他说 没有书面文件 我问 那怎么遵守 答复是 反正你照我们说的话去做就是了 比方说 今天你出去看亲戚 就要照我刚才说的两条做 第一 不能在外边过夜 第二 回来马上报告 原来 凡是公安人员说一句话 都是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虽然尚未成文 根本没有书面文件 也不能发给你 你却必须遵守 只要公安人员嘴上怎么说 你就得怎么做 今天说不准回家 明天说不准看病 你都必须遵守 这就叫做剥夺政治权利 我问 这个列印八条 为什么没有发文机关 发文日期 发文号码 答复是 这是公安部的文件 去年发的 我纳闷 去年已经有这个文件 为什么今天5月27日 还在向我宣读 那个措辞不准确的 手抄八条 我也纳闷 如公安部去年 已把这个列印八条 发到全国 那么全国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从去年以来 岂不都同我现在一样 都住在某个大院里 都不得回家 探望亲戚 都得由公安人员拽领 并不得过夜了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 即使这个列印八条 真的是公安部的文件 我也敢武断的说 文件的解释权 不属于监管小组 列印八条中的 任何一条 都不能成为 剥夺和限制 我人身自由的法律根据 可是 又冒出了 第二个说法 搬家问题 五 不搬家 就不让你回家 或者措辞委婉一点 搬了家 就让你回家 含义并无不同 6月4日 晚10时 市公安局派人来西山 我说 今天是第九天 明天 我该回家了 市公安局的人说 现在 还没有考虑 不过 你搬了家 就可以回家了 这是第一次 对我提到搬家 6月82号下午 国管局一位处长 赵青山 来到西山 当着北京市公安局 几位工作人员 向我宣布 大一是 我向你传达 中央办公厅决定 你不是部长了 不能住 部长待遇的房子 下星期 必须搬家 搬出 牧区地 国管局24楼 搬到石井山 国管局的 永乐社区 你搬了家 就让你回家 从此以后 公安人员 一见我就谈搬家 似乎 我所以 从5月27日起 被非法剥夺 和限制了 人身自由 应该归咎于 我在6月8日之后 没有搬家 责任在我自己 我和我全家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 在我被非法剥夺 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条件下 拒绝讨论 作为这一非法行为 借口的搬家问题 房东当然可以 要求房客搬家 但是 无权禁止房客回家 无权禁止房客见律师 无权不让房客看病 也无权指定房客 必须搬到哪一间屋子里去住 房东如果是老百姓 这样对待房客 是非法的 房东如果是政府机关的 某一单位 更不应该 同公安机关联手 做出这种事情来 据我所知 在我国 即使是根据宪法第十条 为了社会公益 实行强制性的搬迁 也不得用剥夺 或限制房客人身自由 相逼迫 若数一般房地产 使用权问题 更不代言 据我所知 在我国 即使是根据宪法第十条 为了社会公益 实行强制性的 征地搬迁 也不得用剥夺 或限制房客人身自由 相胁迫 若数一般房地产 使用权问题 更不代言 你不搬 我就不准你回家 不准你进医院 不准你见律师 是法盲行径 不是政府行为 政府单位 尚可如此的房客 房主群起校游 宪法第37条 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 还有什么保障可言 列印八条中的 有余句话 不得有损国家荣誉 很对 为了维护国家荣誉 必须维护国家宪法的荣誉 我不敢把宪法赋予我的人身自由 拱手牵让 第六大点 我的要求很简单 两个字 回家 回家和家人团聚 回家过受法律保障的生活 律师先生 我深望通过您 对有关法律事务的处理 使我得以拥有宪法赋予我的人身自由 我相信法律 我向法律求援 我愿意采取一切合乎法律的手段 当然如有可能解决问题 我赞成用尽量温和和克制的方法 为了说明情况 我提到了一些单位和人员 我理解他们不得不然的原委 我也宁愿把这一切赶快忘掉 我希望从法律的立场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信中谈到一些情况 我对他们的真实性负责 信中也有些说明 又于见识必有偏颇失当之处 请赐教 我可以修正 需要我补充什么 请告 专辞急送 实案 报同 1996年7月23日 这一段就作为刚刚读的 就作为这一章的中 下边我就担心再读的话 一个是太长 一个是担心相机过热 可能会读不完 报同先生所说的这些事 到现在到当今 实际上呢 一个社区志愿者 一个局委会的工作人员 一个管理的红码黄码的 这个机构 是吧 就通通可以做到了 所以说呢 原先是公安机关 代表国家 向报同和像我们这样的人耍赖 是吧 他们比我们都知道 他们在违法 他们也用一种 脱皮的方式 无赖的方式 告诉你 你还不懂吗 是吧 我们这样做也是没办法 又不是我们跟你为难 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其实呢 在任何一个地方 鼓吹去拼命 常规化的 常态化的去做核酸 没完没了的折腾 这些人 都和这上面的人 几乎是一致的 我比较悲哀的是呢 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 粉丝四人帮已经40多年了 我进大学都已经40年了 是吧 这一代掌权者 不管他多大的权威 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读了大学 受惠于中国开放和改革 尊重人权的这样的一种实际 这种发展 我们都是改革的受益者 是吧 我们也本身都应该是 宪政的缔造者 是吧 就像蔡丁建教授所说的 民主和宪政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就每天发文件 拼命去做核酸 去阻拦人 人身自由 不让人回家 不让人出城 不让工作 确实是你说 十年是进步了 还是退步了 文革是十年浩劫 难道以后还要出新的浩劫吗 还要用历史来证明 我们不止一个十年浩劫吗 谢谢